如果是要求你們每天西方的話 你們OK嗎 每天接送 我只要送給你們一個字 HELL NO 那是兩個字 不好意思 英文不好 誰能接收這個東西 你們說了很多我覺得 就是你們可以接收的 但是我不能接收 你說你開心 你朋友開心 但是我不開心 對啊 我超級不開心 因為你要想好 像我剛搬來 搬上來台北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沒有買到車 然後我沒有買到車 但是我工作就是在唱歌 然後我很難抓 非常難抓 我幾點要下台 但是你跟他說 我差不多九點要下班 他說那我去接你啊 但是他在台北的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開車過來 也花了很多時間 我們也是不同時間下班 但是他硬要去載我下班 然後我就說不用啊 因為我不知道我九點下班 還是九點半 但是小禎姐 你剛剛講的是 一模一樣 如果十點下班 我一上他 上車 他臉臭的跟什麼一樣 你也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啊 我會把歌詞 我要唱的歌詞忘掉 或是要幹嘛 這個給我們的壓力超級大 超級大 我不如就是等到我下班 我自己找時間 我自己回去就好 而且很容易吵架 可是我覺得 如果他願意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應該要有那個責任感 就是不管等多久 他就要等了 如果他今天答應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如果他要去接你的話 代表他夠愛你 所以他願意去等你這件事情 對 他願 怎麼樣 瞬間沒有人接我 是不是有愛我們 是不是 對 你說就是夠愛我是不是 好 可是我也是夠愛他 對啊 我願意自己回家 我願意付這個就是 Texy的錢 然後人家就是好好休息在家裡 或是處理自己的事情 因為這也是 共愛他 這是叫互相 那這個我真的覺得 東方的男生應該會覺得 送女生回家是提點 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然後我覺得 不只是側接送 就是跟女朋友就是玩玩啊 或者是之類的 玩玩 有玩玩的 對 跟女朋友就是去職業會之後 你跟杜莉可不可以不要敬講一些不尊重女性嗎 沒有 我們是外國人就體諒一下嘛 對啊 因為就是跟女朋友逛街之後 一定要送他回家 約會玩嘛 約會玩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 最浪漫的時刻 因為不只是騎車開車 或者是坐公車 或者是坐捷運 如果是坐公車的話 我們可以一邊坐 然後一邊聽音樂啊 不覺得很浪漫 很體貼啊 對啊 真的 然後坐捷運也是一樣啊 如果你住東區 你的女朋友住在淡水 你會不會送他 送 我一定會送 一開始會送吧 我一定會送 對啊 那是應該的 那是一個最體貼的一個方法 不覺得嗎 是 而且跟安全有關係 你們也會這樣做嘛 對... 一定要這樣做 會不會是只在於前面 還沒到手之前 不可以 到手之後還是要幹嘛 根本是要 根本是要 我不懂耶 他們安靜的耶 他剛剛這句問出來以後 另外兩位都 很安靜 狂牌 然後默默地把麥克風拿起來 但你卻默默地把麥克風拿起來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躺下 這種渾水 等一下 我覺得夢多應該要坐在那邊 對啊 我覺得要 不要 我們不要 他才會 而且旁邊兩個很賤有沒有 那問題一出來 那兩個就這樣 一起看 那他有什麼樣的行為 覺得是非常的貼心的有嗎 來...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喝醉酒後照顧 對 真的... 要... 我覺得這個是 那個我們東方的女生 真的很會很厲害 而且就是 我有一次就是一個日本人 她很厲害 那個時候就是每天我在應酬 我應酬到就是最後的那個JL回去 有時候早上的 5點的回去就很累 然後呢 她是早上9點的上班 8點出門的人 知道嗎 她每一次 因為我喝很醉 所以就是有可能是看到自己的房間 太放心了 我直接打到那邊睡覺 起來之後 她我的衣服全部都幫我脫 錢包也沒了 錢包也沒了 她不是想要脫 然後覺得這邊怎麼痛痛的 這個腎臟還被偷 不好意思 你聊的是仙人跳 對 然後幫我折好衣服 洗好衣服 然後主要的是 她每次幫我準備解酒的早餐 就是那個... 蛤蟆的衛生單啊 還有那個... 那個飯啊 那個稀飯啊 好貼心哦 都幫我準備 然後去尿尿的時候尿不出來 因為... 是... 有... 有... 我覺得那個時候啦 但是人都會就是有... 我覺得是亞洲人 我啦 就是有時候就變成離手當然 但是現在我會想一想 其實那個時候的 那個女朋友對我非常好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這個樣子 就是你明明就知道 你的酒量到哪裡 所以你要自己控制 因為像我最受不了的 我男朋友出去 不管是工作營酬 還是跟朋友出去玩 然後他喝醉 沒關係 喝醉回家也沒事 可是他如果吐 就他... 就... 他不舒服我知道 可是... 那你可以控制啊 你明明就知道了 你趕快吃一點東西 喝水 然後就沒事了 為什麼一定要... 就是搞得就是... 真的就是... 有的時候沒辦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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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辦法啊 為什麼我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啊 因為你是女生 因為他酒量不好 對 但是我知道怎麼控制啊 我們是男生啊 沒有 因為我們的酒量 都比他們好 哦 對 好像是相當的重點 對 所以他們一次就是回家 然後在家裡吐 就是塗漫滴啊 然後就是我要真理 為什麼我要真理 對 我也覺得啊 就是我不是女用啊 就是... 我也不是你的媽媽 我覺得你如果... 你真的要... 就是控制自己 沒有辦法控制 那麻煩你自己處理 這樣子我會混熟耶 對啊 會不貼心 我會不貼心耶 OK 多... OK 萌多 我換句話 假設... 好 今天你的女朋友 每一個禮拜 這樣子 塗 然後塗 就是全部就是床上 然後就是滴上 所以你男朋友每一個禮拜 對 我跟妳講 就是她OK嗎 每一個禮拜 她叫做方式有用 因為我曾經也是這樣子 我... 那一段時間是比較常喝酒啊 然後是... 因酬的關係 然後... 有一次就我回家之後 然後我喝得很醉 然後那時候 我... 隔天我的那個室友 因為我的室友也起來 去幫我女朋友 就是孤我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上去... 上去我們家那邊 然後... 突然就我沒有椅子 我就黑洞 然後她就說... 我就說自己不舒服 我就跑到廁所裡面去吐 然後我就把衣服就投光 差不多就投光光 然後就躺在那個... 那個... 廁所裡面 然後就這樣子 一直吐滿... 滿底都是吐 然後女朋友是進去 然後要把我拉回房間 然後我就很固執嘛 那時候就是還是不舒服 所以我不想要回去房間 可是這個什麼事情 我都不記得 然後... 當然啊 不然勒 而且你們很奇怪 可是因為我醒來 你們喝醉就很喜歡全裸 不知道為什麼 喝醉就是很愛全裸 因為就趴回自己身上 很熱 這時候我們要幹嘛咧 就是拍照啊 不是原因 一直全程錄影啊 所以我真的有用啊 因為之後我就不敢喝... 喝那麼醉回家 對啊 你就是又有控制自己 我知道不舒服 那我理解我當然會很體貼 我會... 就是給人家水啊 然後就可能煮飯 沒關係我都OK 可是... 如果你真的就是河島 就是要亂吐 反正你也有廁所 你可以在廁所吐 你幹嘛在窗上吐 或者在沙發上吐啊 這是什麼情況 然後我都要真理 我倒真的想問一下 我們同隊的男生們 如果你們女朋友是這樣喝醉 對啊 我就剛剛說 你們願意照顧嗎 對 當然會啊 當然啊 不可能你也要到客廳睡吧 你看... 孟多真的很不會抓實習 孟多這個這麼好回答的問題 他都不舉麥克風 對啊 他就拿起來說個當然啊 我會啊 他都不願意 對啊 你不會照顧 會 不是說真的 如果不照顧的話 隔天起來 你們一定分手的啊 當然啊 也沒到那麼嚴重吧 沒有啊 會啦 老實說啦 會會會 但是明天我會隨隨唸 12個小時 會生氣啦 還是會生氣 但是 終點是會嘛 會還是會啦 是 好啦 就是喝醉會照顧另外一方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關鍵的 對 那還有嗎 還有什麼 我覺得還有東方 就是很體貼的是這個 挑魚肉去魚刺 對 因為我是那個 我媽媽他們就是嬸嬸啊 我韓國的親戚家人的 就是女生們 都會幫爸爸或是自己的老公 把這個魚刺 不是很難嗎 那個分魚刺 就是把那個魚刺的肉 拿了之後 就是直接給老公 而且給自己的小孩子 然後男生就負責烤肉啊 就是分配工作嘛 互相體貼嘛 我覺得從小到大 我看著這個長大 所以是我都會 跟我的女朋友也會這樣做 就要叫他挑魚肉去 不是 我幫 可是這是你自己要幫你啊 不是這樣 我希望 對…我也幫他 我也幫他服務啊 對… 但是這滿甜蜜的啊 我覺得這很甜蜜啊 你不可以做嗎 不會啊 這個OK吧 沒有 我覺得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行 這個東西是如果 如果是對你的小孩 因為小孩就是手很小啊 手笨啊 就不會挑 有可能會吃到 可是老公是 自己的手可以用啊 我自己可以弄筷子啊 凱姐 我跟你說 這時候為什麼台灣現在有 不是 不只是台灣 亞洲有很多 完全不會用的一些男生 完全不會用 完全不會做事 這是真的啊 因為他們就是從頭到尾 都是他們媽媽在幫他們 不是他們媽媽 就是他們女朋友 或是他們的老婆 真的 你們到底會不會自己做事 可是我碰過一個男友 真的就是這麼甜 是男生對女生這樣子 不是挑魚刺 是 剝蝦殼 就比如說去吃那種財產店 很大一盤蝦 或是那種海鮮盤火鍋 他會把所有蝦都燙好以後 量比較涼了以後 然後一個一個剝 剝好以後 還把它掛在那個火鍋的邊緣 就是你要吃的時候 隨時就這樣 他平常有在做一些桌邊服務 對不對 對啊 他就是會覺得說 還是他就愛 背原子這個完全 有可能 但他其實就會覺得說 他只要一個人手髒就好 他就全部剝完 然後他也可以一起吃 對 對 對啊 是不用 吃 但你就會覺得 我們幾歲 我們長大了 我們長大了 可是男生這樣 真的很貼心 嘴巴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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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煩喔 沒有我覺得這只不就是 男生 可是女生 會不會做事情 這就是 為生的關係 因為你自己好 你自己就是很清楚知道 你有沒有洗手 你就是處理這些東西 你如果拉肚子 你自己負責 可是別人 你沒有辦法就是說 你剛剛去洗手 因為你等一下也要幫我剝蝦子 沒有沒有 這好奇怪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 我也曾經有碰過 我朋友的男朋友是這樣 他就說 那你們蝦子上來 你們不要動 我去洗手幫你們剝蝦 對 就是他洗手 對 太誇張了 我覺得每個人也可以自己 他也是喜歡怎樣 我幫大波的蝦子 我們三個禮拜 有跟朋友一起吃飯 還有我小朋友 然後我幫我的兒子 因為當然他是污水 他待不待會 然後老婆以後就生氣了 所以我為什麼生氣 因為他說 我只是想照顧小朋友 也沒有照顧他 我說我沒辦法耶 你就撥了一個給小孩 一個給老婆 我什麼時候要吃飯 對 就他們兩個吃完 吃完 他也要吃完 講得好有道理喔 就他們兩個吃完 講這樣子 那有時候東方女生媽媽 在那邊餵小孩 爸爸還不吃了是不是 然後自己吃完就說 走什麼媽媽的 看到很多老公在旁邊 都是這個樣子 都完全不顧小孩 自己先狂吃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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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